好 接下來則是帶您來看到呢 北農前進指揮所26號成立 今明兩天配合市場作席又暫停運作 市長柯文哲才剛喊出 一萬劑AZ疫苗新疾似之前要打完 攤箱們卻反映說 現在連造車都還不完整 許多攤位還是只有一位 承銷員被通知接種 而為了控制疫情 柯文哲一改過去拒絕中央幫忙的態度 26號透露會繳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 來幫忙擴大披薩的篩檢 那麼前立委林靜宇就說 因為現在新北市的新增的確診嚴肅 已經跟台北市相同了 白跑一趟真的好無奈 北農前進指揮所26號運作了一天 就碰到禮拜日 禮拜一配合市場休市日 讓醫護休息 他上打不到疫苗也做不了篩箭 我準備了大概一萬劑的疫苗 這個禮拜沒有打完的 下禮拜一二三四 全部把他打完了 柯文哲發下好雨 但距離7月1號 禮拜四只剩下三個工作天 台商卻透露現在連造冊都還沒完成 波少堂位抱怨現在還是只有成箭員被通知打疫苗 其他人員一等再等 下禮拜會完成這些 不管是原來在民策裡面 還有原來不在民策裡面的 來來去去將近八九千人 我們都會完成疫苗的施打 太慢了啦 你疫苗也太少了啊 工作人員少的話 你說要全部打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又不是可以亂打的啊 來不及吧 因為他可能 我們今天又沒有人說要去打 不看好施打進度 而且就算打了疫苗 還要等14天才有保護力 而先前才拒絕中央支援的柯文哲 這回態度大轉彎 要找疫苏會執行長王必勝 來幫忙擴大PCR塞件 到底是柯市長沒有能力協調 還是柯市長不願意協調 這個我們就看是不是王必勝執行長 如果到了台北來幫忙的話 市府能不能幫忙合作 前立委PO出商北確診图表 新北市扣掉北農相關案例 跟台北市確診人數已經相同 柯文哲討兵 銀盤能早日押注北農疫情 記得鄰居亭葉向元 SNG小組採訪報導